HELLO 歡迎來到豆腐專業復評 This is Food 剛剛呢,我其實去了一間 我之前就很想要 去的一家店 然後因為裡面人太多了 所以不好意思拍給你們看 所以我決定就是明天 或者是天氣比較好的時候 然後選一個早上 就是人可能比較少的時候 再讓你們看一下我找到了什麼好店 那也不是說找到 然後就是 我之前就已經有聽說過這間店 然後 今天去的這一間 跟之前去的 我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朝日有讓我驚豔到 所以明天我再帶你們去逛一次 我覺得真的 今天天氣真的超差的 我本來今天是 打算一大早 就是他開門10點的時候 我就要在店門口等 然後下了一場雨 然後我剛剛看氣象發高說 等一下又會下雪 現在風超大 所以就耽誤了一下下山來 可是我就在想今天天氣不好 可能裡面 店裡面就會有這麼多人 然後所以可以好好的來逛一下 所以現在就 跟著我一起走去吧 今天真的風很大 他天氣是氣氛沒有很低 但是 風這樣吹真的很風濕 我本來打算不想玩 因為天氣真的有點糟 然後後來我想說 不行 我昨天都去看了 可是我覺得裡面東西真的很 就是店裡面的東西真的很多 很想要介紹給你們大家 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就是你們如果來加拿大晚啊 或是你有打算在這邊居住的話 反正就不管什麼原因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來這間店看一看 然後所以 你知道我的心情就是 除了吃就只有這樣東西 可以讓我這麼有動力的來了 所以大家不嫌棄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然後點閱 訂閱不是點閱 訂閱然後跟分享 好啦我到了 現在在我身後就是這間店 Value Village 它其實是一間二手商店 然後如果你有 一些不想要的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這邊捐 就不是賣喔 是捐給這間店 然後這間店會整理之後 再賣給當地需要的人 然後有一些 因為它的價格都會壓得很低 所以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買不起衣服的 就比較窮困的 窮困的人 他就會來這邊買東西 然後也有一些 就比如說你季節性的 你只是比如說臨時想要的話 你也會來這邊就是 淘寶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邊東西非常非常多 就是大從家具小 到就是一些小零件 就是比如說嬰兒用品 或者是一些內衣褲 對 你沒有聽錯內衣褲 它沒有二手的 就是單看你敢不敢穿啊 然後鞋子啊 然後健身用品 還有什麼床單 那些家室家具衣服 就是你想得到它幾乎都有 那價格的話就是 看東西的保值 就是不是保值 就是它保存的怎麼樣 比如說你有很多屋子的話 它可能這樣東西它就會賣得很便宜 然後譬如說它還是很好的話 只是保存的還是很好的話 它就會賣得比較貴 但一般來講的話 它的價格都是 我覺得都是非常 可以接受 就是一般人都是可以付得起的 那在這邊的話就 你要這邊的話真的是要淘寶 因為不是每樣東西都是名牌的 然後你就是要看一下你的需求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很多人 他也會來這邊買 賣 你看這些線啊 其實真的價格還滿便宜的 你用這麼低的價格 不會在外面買到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這邊都是用過二手的 所以大家都捐出來 就是有點當慈善 你看有娃娃 這晚上應該蠻恐怖的 可是有些人會買回去 就是 去做一個收集 然後你看有這些 我跟你講有些東西 你看起來好像不太起眼 它其實就是價值還滿好的 這很漂亮 你看 然後你看這邊有兩個 後面還有 這是1985的 而且我跟你講這厲害的在哪裡 你看它寫 這個是在英國製的 那我就可以買耶 五塊九九 好 那我很想買這個耶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買 一兩個啊 它們裝東西 好像還可以 還是要買 已經 才第一站的溫線路 選擇障礙了 好 我來想一下 這邊是一些文具的小東西 你們看 就這種沒有用完的護膚品 它也拿來賣 有沒有 還有 染髮機 這個小拼整感 這個我有耶 這是裝茶葉的 罐子 這很可愛 英國的 然後這裡有沒有 聖誕節裝飾 很像他們家後院掉下來的 就直接拿來這邊 捐出來了 還有這個 海邊撿的 四塊九九 這種東西你就是自己要看 看你覺得 適不適合買 你看這小Q 很可愛耶 啊 這是鹽巴的那個罐子 跟 應該是胡椒粉 對 這邊真的是琳瑯滿目 就是 有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很多人 都買了一些 就是買了很多 沒有必要的東西 然後 騎你家裡面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 但他們 可能會覺得說 沒關係啊 我也是捐出去 做吃餐 可是其實真的有必要 用到這些東西嗎 你看我剛剛 就拿了 這幾個盤子 真的有必要嗎 對啊 就是 大家都要好好的想一下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 玻璃罐 來這邊真的是要好好的逛 可以花一天 我剛剛根本沒有要推車 可是我發現這邊東西 真的 每個人都推一台車 因為真的很好買 所以這邊東西要挑 就是你有需要在這邊買 或者是 你覺得你會好好保存 不然的話我覺得這地球真的很可憐 垃圾真的越來越多 那這些文件夾 就有心有救 所以你都要自己慢慢挑 所以你都要自己慢慢挑 你看這邊很可愛 大當狗 可是這裡面就很髒 所以要買你就 不要買 不要買 要買你就是習慣的話 你就要買回家再 清理一下 你看這個 GOLD DIVA的 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 你看到多少錢 3塊99 其實我昨天覺得 已經看到這組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拿來 裝那個 熱巧克力 因為我不喝咖啡 它沒有被買走 感覺好像是我的 先放我的籃子 好吧 你看像聖誕節的東西 塑膠的 對不對 一次性的 我覺得 你就來這邊買 然後你用完之後 你可能就再繼續 就是再捐回來 然後又一直 就是繼續 再讓它們賣出去 就一直永續 發展 這個很可愛 你看這些碗盤 都很有用過的痕跡 就大家把拿出來捐 然後它也 拿來賣飯 就是有人賣 就用完 想要買 像這個啊 這三個 都在放 湯勺 就是你煮飯的時候 就是那些 湯勺 鏟子 你一定會放 你就可以放到這個上面 看這樣一組 滿新的 這要做什麼 啊 那個爆米花的 也很酷 上面放奶 它就融下去 這個多少 3塊99 也太便宜了吧 你看裡面很新 沒有超新的 它蓋子沒了 可能會這樣子 所以它才賣3塊99 其實餐盤有些真的保存得滿好的 你看這個我覺得它保存很不錯 它這個就賣12塊99 就是有一些灰啊 可能就是回家要再自己整一下 但有些比如 挖痕比較嚴重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斟酌一下 看你要不要買 因為買回去你也不見得很輕 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你看 它這邊是寫Bree Baker 就是在烤那個 起司的 就有一種有一個起司 它叫做Bree 陶的這個 你知道現在國外很多 流行就是把那個 就是這個起司 然後你就放一些橄欖油什麼的 你就拿去烤 我覺得這個 很酷耶 而且它那盒子都有 這個算是很新耶 難怪賣15塊 吹風機執法器 我們也是釣了一堆 看來這價格大概都4-5塊 你看大型電器 音響 收音機啊 運動 螢幕 後面還有什麼 是廚師 廚師機 那應該叫什麼 暖風機之類的都有 這邊就是大型家具 沒有很多啦 也可以來這邊 掏寶掏掏看 指邊的垃圾 就是你的寶貝 你看這個桌子 其實如果很像這樣桌子 它都會買回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自己把它拋光 跑一跑之後就飄了 我家有一個類似的地方 滴滴滴啊 外輸啊 後面這邊呢 開始就是一些衣物 小朋友梗 你看 我覺得這邊好在 你真的不要 你不用丟 你就直接拿來這邊捐就可以了 超多的耶 我看到這隻八百萬 最近我媽媽出國 我還請她從國外帶回來給我 子女 結果你看現在賣多少錢 4塊99 還附送一隻 白雪公主 這也太划算了吧 這看起來很乾淨啊 真的 真的不要買太多了 眼睛的我看到一個 東西 這個 你們知道這個吃嗎 這隻是那個野獸國的野獸耶 看一下多少錢 3塊199 我要賣 還回家被我媽媽 因為我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一隻啊 我在那種中古的 粉絲團 就是臉書上面的粉絲團 有看到有在賣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大 我跟你講它一隻都好幾千的 它雖然是一組 可是我覺得這一隻 4塊錢 對啊4塊錢 小時候的回憶買 這床的很可愛 可是像這種 就是比較關於個人衛生的 我就不太敢買 不然的話我也是很想買這條 這床 6塊4就 就很多 其實也是很多人在忙 你覺得回家可以把它弄乾淨的話 我覺得就 蠻值得的 光是床單 床罩這些啊 你看還有枕頭 它這邊的那個section 就好幾架了 你看這是什麼 窗簾嗎 蕾絲的窗簾 然後這些就是 布 可能有些人做聖的啊 他就會把 布就是捲出來 欸有的資料真的很好欸 泳裝 這邊的話就到 男生就是大人去 看看衣架 你看衣架這邊 真的 衣架你總沒有什麼乾不乾淨吧 你看這個全擺的看起來很乾淨 2 4 6 8 10 12 12個衣架 你猜多少錢 2塊99 你這種衣架啊 在那個Dollarama 就是那種一元的商店 我跟你講 4個就要 1塊多 2塊 我是來這邊買真的 這樣的划算 這應該也是桌金吧 看一下桌金 看到這個東西來在不在意 幫你買竇ruption 甚麼 什麼 錢 要買竇 買竇 就我昨天啊 就是在這邊看 就看到 這樣子的桌店 然後它是葡萄牙製的 就是四個一組 才三塊錢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這種東西應該蠻久沒有人會來賣 那大概我今天來的時候應該還會再 結果不再了耶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你當下沒有拿著就 啊算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我能說什麼 我覺得這一區的玩具蠻好充裕的 裁縫機 外加一個 叫什麼 那個寶可夢的那個球 然後這個壽司盤 它都是木頭的耶 看起來很有質感 三塊錢 尿布也可以賣 這邊有被子 這邊是女裝區 有裙子 它那個馬術 就是你要自己看 你看9號10號 這邊的話就是7、8號 它這邊都標馬術 所以你可以就是 照怎麼樣的馬術去找 然後這邊是長褲 那它有分長褲短褲啊 然後春夏秋冬 幾乎都可以在這邊找不到 就是你要一件一件慢慢去挑 這邊很多 就是你要一件一件 慢慢的翻 然後尺寸 它上面這邊都會有標示 那有的時候 譬如說像它這一區到這一區 它都寫 那個L的馬術好 可是你還是要看 因為它可能就是有些 它 會 看一看之後它就把它就是 隨便放回去 所以不一定你找那一區就是你要的東西 哇 你看這件 這也太復古了吧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剛剛看到這件 它這邊上面是寫 M的尺碼 可是你看這件洋裝 我跟你講真的超小的 這件XS都不為過吧 它真的是M的話我會 嚇死欸 對啊 你看它這邊寫什麼 S的 所以就是有人看看之後就把它 了解 是很小的 那現在他們要看 我們會想說 一個很小的 一件XS 那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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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想說 這件XS 是 我們會想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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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找 譬如說只是極用的一個小包包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選 那當然你不要去 想說 我一定要什麼牌子 在這邊你翻得到名牌的話 就是你 實在是好玩啦 這邊有高爾夫球具 人家高爾夫球具一隻都好貴 就這邊 四塊九九 四塊九九 超便宜的啊 然後運動的用品 然後加電 剛才看我發現一個培根Wave 他是幹嘛的人 麥克風培根Tray 反正就是他成品出來的培根就是會比較少油 然後比較健康 超酷 這很適合培根愛好者 那就是我啊 這個多少錢 五塊九九 好心動哦 碼頭嗯 成品 川普 滿多豬油耶 像這個 之前超風玩這個 還有這個 做手術的耶 今天很酷耶 這個大學同學之外 國外的大風長這樣 這個是青少年版的 很大一盒 這個就大人版的 這個要現實完的耶 這太矮了吧 而且要在 我的天啊 要在十分鐘之內 就要結束了大風 閃電大風 桌遊真的很多 因為桌遊我記得都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 不介意他的新舊的話 這應該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啦 可是如果你不介意新舊的話 真的可以來這邊買 你看喔 一千片的拼圖 然後又一個 大富翁 這看起來就很新 你看那些紙超 看好像沒什麼玩過 你看多金的耶 金屎屎 這看起來就很高級 你看看這個多少錢 那邊有沒有很貴啊 8塊 所以我覺得很多 玩具可以來這邊 掏保障 你看這個 全新耶 包裝都沒有拆耶 現在呢 我已經從那個深淵出來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真的太多東西想要買了 可是又不能下手 不然我覺得我媽看到這集 他應該會啟笑 想說那你洗一下 早餐這麼好買一支 所以我想說 你知道 能省的我就把它省下來 可是有些東西是因為 我覺得我之後還是會買 那我現在不如用比較低的價格 就是去把它買下來之後 然後 好像也不會花這麼多錢 就覺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是 買了 其樣啦 那 買什麼東西 我就不好跟大家說了 因為 我覺得 你們看到 你們應該想說 這個人在 亂買 也不能想亂買 而且況且不能被我媽發現 不然他真的會 所以你知道 很直接坐上飛機就來 你知道就殺過人 總而言之 就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就是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幫我按讚 然後加點閱 訂閱 OK 掰掰